嗨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先人一步 最近有朋友咨询我买房 他们的要求如下 第一,交通要方便,最好紧零高速 第二,学区要好,方便将来孩子上学 第三,生活设施要齐全,最好方便购物 第四,小区的密度不能太大,房子也不能太老 第五,预算有限 那么这样的房子哪里找呢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一块去看一个四室双车库的独立屋 它就在Markham的顶级学区Buttonville 老样子跟我一块上车咯 Buttonville位于Markham的西边 在407和16街之间,仅邻404 就在我上次视频介绍过的社区Unival的隔壁 这个社区的房型主要以四室双车库的独立屋为主 房龄多在30年以内 烙的尺寸很多可以达到50x120尺以上 由于这里的房子比起愚人村更新 交通也更方便,所以也很受追捧 特别是这里的学区可以算是顶级了 小学是著名的Buttonville Public School 是一所老牌的顶级公立小学 天主教小学是在安省3000多所小学当中排名第一的 St. Justin Martyr Elementary 高中是我上次视频里介绍过的愚人村高中 同时呢,这里也是土豆高中的学区 所以如果把Markham比作大多的海淀区 住在Buttonville差不多就是上完人大副小上人大副中了 Buttonville环境优美 这里有著名的Hood River Valley 沿河有6个美丽的公园 此外呢,这里的生活设施也是非常方便 北边有16街的大童话超市 南边Hine 7对面就是万景广场 所以无论吃饭还是购物都可以完全满足需求 所以呢,这一区很少有租赁的房屋 大部分都是自住的业主 足以见得这有多好住了 好了,我们到了,先来看一下房子的外观 一进门正对的是旋转楼梯 左边是客厅 进门右手边是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格调非常典雅 再往里面走就是厨房和起居室了 虽然没有电视,不过安装了投影仪 整个空间非常温馨舒适 我们来看看我个人最重视的厨房吧 这个厨房把炉灶和抽烟机都安装在了中央岛上 这个新式的煤去炉更符合中国人爆炒的需求 从厨房的飘窗可以看到后院的游泳池 哇,夏天在这儿开个party,实在是太舒服了吧 一层还有一个供客人使用的卫生间 洗房这里既有一个分门,也有一个门可以去到车库 好了,我们到二楼去看看吧 好,这里是主卧了,正对着后院 从主卧的窗户看出去,刚好可以欣赏到后院的美丽风景 这里是主卧的衣帽间 以及卫生间 这个书房就在主卧的隔壁,也可以用作卧室 这里是第三个卧室 这里是第四个卧室 这里是楼上公用的卫生间 这套房子有一个卖点,就是它是一个counter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角落单位 这样的房子呢,通常土地的面积会更大 就比如说这个房子,落的面积就达到了44.29乘以122 而屋内的面积有近3000尺 而且这3000尺是没有加地下室的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住在这个房子里有多么的宽敞舒适 而且呢,自住和将来翻建 这个房子和地都会更值钱哦 我们来地下室看看吧 地下室有一个抬球桌 还有一个带按摩浴缸的桑拿房 不得不说这个主人实在是太会享受了 哦,对了,还有一个健身房,可以给孩子当舞蹈室 这里是地下室的卫生间 这里是地下室的卧室 说实话作为地下室能达到这样的采光 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好了,这套Buttonville的学区房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 这套房子目前还是在售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与我联系啦 我是Stephan Hub 想多一步,新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套房子吧 Let's go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